翻開畢業紀念冊 開心合照充滿求學回憶 高中三年的點點滴滴全濃縮 但如果畢測封面長這樣 畢業生真的好傻眼 封面有船長拿著望遠鏡 祝福畢業生們捧成萬里 但仔細看 欸 好像怪怪的 船長背後船隻的旗幟 竟然搭配的是大陸五星旗 這本畢業紀念冊出自基隆的海大附中 學生們都覺得實在太扯 花一千塊買那個 然後你出這個槌 不是不是很應該 就是盡量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畢竟還是會影響到學生的觀點 海大附中應屆畢業生 和進修部人數一共309人 這次畢測的購買人數248人 6月1號就要舉行畢業典禮 現在卻發生荒唐錯誤 校方鄭重道歉 強調會把畢測收回重印 收回來 銷毀 然後全面再重新印製新的 給小朋友 原則上會趕在畢業典禮之前 為什麼封面會有大陸五星旗 校方對此解釋 圖片是出自廠商的圖庫 後續新印製的畢測 旗幟將會改成校徽 記者 朱定龍 周天傑 李宗澤 基隆採訪報導